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个什么忘夫的女人到底是哪种特点呢 首先一个手心下线的女性是很会理财 可以守得住钱 能够精打细算 该花的钱绝对不少 那么不该花的钱也不会多花 那么这样的女人可以管理好老公的小财库 必定是很忘夫的 而且手指当中除了拇指之外 四指病浓 指缝没有缝隙不露光 这样的人很会存钱 不管是理财方面还是生活的开支花销方面 都是精打细算 不盲目 所以说这类女性是很容易富贵的 再加上这个手软肉多 女性属于性格温柔的代表 做事认真 摸上去手有温度 照顾劳工 家人都很不错 这样的手型的女人其实手稍微有一点点粗糙 因为很勤劳 能够顾及到家人的感受 所以说把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 一切都吻而不乱 属于这种典型的 持家有道的望夫女人 我们看这个手上有非常清晰的这个彩线 这个小纸或者无名纸下方多条竖线 这个是可以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的标志 是有稳定的工作运势 一般都是利于办公门类发展 事业单位 国企等等 天文上挑 心性高 追求高 利于晋升 圆宝纹 圆宝纹是三条或者四条主线 三条主线 三条主线的加上一些辅助的纹路构成的 将这个上面宽 下面窄 跟梯形一样 圆宝形的纹形状越大 产约越多 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有开口和漏缝 那么有开口漏缝就容易漏财 那么是挣的多 花的也多 那么平常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圆宝纹 平常的这个生活是比较富足的 代表这个一生啊 容易富贵啊 当然这个吉利的符号呢 不能单独去看啊 一定是要相不读论嘛 一定要综合来看 综合的整体首相 一般来讲啊 有圆宝纹的人呢 手型和纹理都不错 这是一般的情况 当然也有很多这种出现了圆宝纹 但是呢 它手型和纹理呢 搭配不不当啊 这个就容易形成这种漏财的格局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面向 首相的一些分析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